眼前这位大叔正缓慢靠近一只天鹅 他双脚朝天 脑袋搭拉在肚子上 似乎在等待死亡 不知道被困了多久 而天鹅的妻子就守候在不远处 不离不弃 感情至深呀 大叔收到朋友的求助消息后 就跑了过来 发现他的身子几乎已经无法动弹了 脚丫和脖子都被鱼线死死地卡住 而鱼线又缠绕在四周的树枝上 令他寸步难行 男子和朋友都是钓鱼爱好者 经常来这片水域钓鱼 鱼线也断过几次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 大叔说着 抱歉就开始营救他了 大叔不停地拨弄 开了附近的树枝 然后将杂乱的鱼线 从树枝上扯了下来 这根断掉的鱼线 漂浮在这里 天鹅不小心钻了进去 越挣扎就被缠绕地越死 导致最后无法动弹 营救的过程真的很麻烦 需要细心更需要耐心 天鹅不停地嘶嘶叫嘴 非常害怕 但是 它并没有攻击人类 或许此时选择了相信 很快天鹅就脱离了树枝 但是 它身子的很多部位 都依然被鱼线死死地缠绕着 尤其是天鹅的脚丫和脖子 几乎将它的脑袋 给固定到了腹部的位置 脖子也被鱼线缠绕得歪歪斜斜 真的是太可怜了 大叔将天鹅脖子周边缠绕的鱼线 一层层地取了下来 小家伙的脖子 可能因为这样的姿势 都变得很僵硬了 随着鱼线逐层被取下 天鹅终于可以伸长脖子了 脖子上的鱼线被取下 剩下的就是脚丫上的鱼线 大叔抱住了天鹅 他也听话地依偎在怀里 一点也不挣扎 这是躺平了呀 满满的信任感 不过脚丫上的鱼线非常难以处理 仅仅通过手工很难去除 大叔抱着他来到了岸边 接过朋友的剪刀 然后将这些鱼线 一个个地剪掉了 天鹅很听话 也太配合了点吧 小家伙被大叔抱在怀里 拍了几张照片 留作一个纪念 放生之后 他的脖子 似乎依然无法恢复原状 这可真是让人担心呀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难道还有残留的鱼线吗 于是将他再次抱了回来 检查着身子每一处角落 尤其是翅膀下面 大叔悉心地抚摸着他的脑袋 告诉小家伙 你已经获救了 不要担心 旁边还有另外一只天鹅 看起来应该是他的老婆 正焦急地等待着丈夫 经过大叔悉心地检查 发现小家伙的身体内 并无残留的鱼线 可能是因为长期一个姿势 有点麻木了 看起来很虚弱 毕竟已经被困了很多天了 饭都没吃 天鹅来到岸边 休息了一会儿 渐渐缓了过来 他悉心地舔势着自己的羽毛 在妻子面前还是要形象的 不过看起来 他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休息了一会儿 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对象了 天鹅都有比我甜的爱情啊 好了 本篇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不妨点个赞 感谢支持 请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